關於那兩個電視台 這麼多批評 其實現在香港人都很無奈 我們看到有些很低成本的運作 免費電視台在工作 在這麼重播 總之我用什麼字眼形容 吊著一條命 類似的 但另外有些人很有誠意 那很多錢 資金又找人才 又拍定電影 隨時準備上馬的人 政府就遲遲都不肯給他牌 所以大家都很無奈 然後有些電視台又重重復復 那麥麗光現在還在電話 在立法會議員 讓你繼續說 麥麗光我就問你 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們很無奈 我們作為關注 很無奈 這個政府我們對他都很無奈 我其實在最後一次立法會會議 7月中的時候其實都有一條 書面質詢的問題 我很具體地問 聽說有些電視台 那三間申請者就說 你要重新提供一些資料 究竟有沒有試事 現在那個程序是去到哪裏 現在我們都已經接近 這個免費電視 現有那兩間公司的續牌的時間 政府會不會把新牌和這兩個續牌 一拼處理 因為有些聲音都說 既然是這樣不如一拼處理 沒有理由給那兩間公司千秋萬世 政府的答案令我非常氣憤 就是基本上就是人肉錄音機 就是字面的 字面的它沒有錄音 人肉的抄字機 如果他把我剛才說的兩條問題 說對不起 茂議員 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回答 你重複回我的問題 說我不回答你的問題 沒有問題 他完全不重複 他就是把我們所有事情交給行政會議 我們記定程序會做 你記定程序是什麽呢 我都不知道 沒有人不知道 我就著這件事 其實我也寫信到曾鈺成主席那裏 就說大佬 我們的議員都排隊 跟著規矩去問問題 有些過火的事情我們不能問 原來官員就可以隨隨便便去回答 那我非常之不滿 當然曾主席就說有什麽不妥的 你可以在立法會質詢以外的曹慶去向他追究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 這個我也知道 主席怎麽可以叫官員做事 怎麽做事呢 但是真是令人非常氣憤 我想最後都要用群眾壓力才行 群眾其實已經壓了很久 那些觀眾就是群眾 那你根本沒有接觸給人看 那可能現在政府又在欺負我們的群眾 或者觀眾 你死的地氣你又看那兩個台 我們會不會有一個運動 可以說我們全香港的市民 關機幾多日或者幾多小時 幾多小時 你可以為了環保可以說 關燈一小時 那會不會在黃金時間 就說我們杯葛這兩個電視台 我們就關電視 幾多月幾多日 關電視 選擇去哪一套大劇 大劇 大結局 打算很多人看 我們就做這些事 你肯不肯 下次遊行家這個議題 可以 我想我們要做一些事 就表示我們的不滿 不滿 不可能被他這樣拖 因為蘇局長很容易 每次你們吵一輪 對不起 我現在就是一個既定程序 所以蘇局長很怕調他去發展局 很怕調他去發展局 很怕調他去發展局 連黃維基這麼出位都沒有辦法 做了所有辦法 我都沒見過一個政府這麼靈環不靈 你就是一個政策 你還給我們不做 我們不會有新牌 你死一條心 那麼沒事 他的心想這些事 比較陳茂波等等的事件 你說濕碎 怪不得大家都說 有什麼離譜的事 我們在政府還沒見過 香港你怎麼前進 這樣做 任何事都是拖拉 拖拉沒有結局 任何投資者都死了 沒錯 觀眾也沒有話可說 我們說節目不好看 今天看報紙談到看毛元夫 一樣都當聽不到 聽不到